请问师傅如何接比较高的加重弧弦球 那就是高调嘛 怎么接高调 高调其实我上一课讲 我们可以用反手施的动作 我们一般防弧弦球 不管是直拍横打也好 横拍也好 那传统直拍可能用挤的方式来接 加质量 那么一般我们说传统直拍和直拍横打 一般防弧弦球可能拍面是力的比较多 这样碰过去 碰这种前冲或者一般的加转 是这样碰过去 然后这种球没有什么质量 如果是高调 很多人接的方法 教别人接的方法也是什么的 就是高调过来 上升初期 轻轻的一压 往前一送 平着走 往前一推送 这是一般的反手处理 高调的方法 那么我们也可以用反手撕的技术 比如说这个球 高调我可能是这样去压 轻压 对吧 那我可以不压 我横向的去撕 动作小一点 用腰弹弄手臂 手臂手腕 向右侧 一袋 轻轻的一袋 一撕 像狮子一样的 把个子撕两半一样的 这个动作 一撕 出去 你不要主动往前去用力 你就横向的 腰部横向的弹入手臂 撕出去 就行了 这样过去的球 质量会更高 用撕的方法 正手呢 你如果说做高 接高调的话 正手可以直接用快弹 也是在上升初期 它如果出台了 你直接快弹 拍面压一点 压一点 快弹出去 也可以提高质量 你去这样防 我看很多人 正反手接高调 都是这样按过去 这样去轻压 没有质量 对吧 还是容易飞 你还不加点质量 拍面压一点 去摩擦 可能上台率还会更高 所以不要怕 好 时间差不多了 再解答两个问题吧 再解答